股票真的跟我沒有緣份 我現在是在儲現金等市場大跌 等香港獨立樓價跌九成 誰說的 雷鼎明說的 香港獨立樓價跌九成 你敢不敢獨立 我想可能香港人買不到樓 快點獨立 快點獨立九成 雷鼎明就是鼓吹 香港獨立之父 代替了博士 深受香港的窮人支持 買不到樓的人支持 雷鼎明 如果你說香港獨立 我想是大陸的在香港買樓 所以大陸就不讓香港獨立 背後為什麼不讓香港獨立 因為他們全部的政治局常委 姨媽姑爹親戚 在香港買樓 不過說開又說 早前我們沒有討論海南島自貿區 因為海南島我出了辣 因為我相對都頗了解海南島 至少我是那裡人 鄉下 我也有長期跟進海南島的發展 也看了一些主流媒體 涼粉報寫文 說到海南島自貿區會超越香港 說到現在香港要居安施毅 他寫這些文竟是白癡的 我也不知道究竟你了不了解海南島 海南島和我們上次去敦煌 那個地方我們去了青海 一樣這麼窮 如果說全中國的經濟排名 海南島在三十多名裡面是排二十多 包艇 是過去沒有發展的 這是第一 第二 這些熱帶地方 海南島的人很難的 特別是男人 氣到媽媽都不認得 這是基因來的 文化來的 你改不了 第三 你說海南島是超越香港的 你知道搞什麼嗎 他搞什麼賭碼 賭碼怎麼超越到香港 香港很厲害 對 股波彩票 對 股波彩票 對 你如果有心賭錢 如果真的有心賭 其實就是看直播率 賠率很沒有分 他們的資金自由流到 要是買外圍的 你還是停留在購物 搞賭場 搞跑馬 搞賭球 你怎麼超越香港 是不是 你就是講 你會不會在海南島 整個好像紅館那樣的東西 邀請王子華 海南島廣場動督笑 搞到現在好像炒黃牛一樣 是不是 不是你說 哇 海南島整個自貿區 你就說要超越香港 超越香港 由我九十年代 讀書的時候 說中國經濟起飛 上海 廣州 深圳 北京 甚至是 那時西部大開發 講西安 和成都 都說在這個 改革開放的情況下 會逐步逐步取代香港的地位 比如金融中心地位 上海 航運中心的地位 航空的就是廣州白雲機場 如果貨運 船的貨櫃碼頭 就是什麼 鹽田港 或者上海 就說 說吧 那你先超越 超越了 是不是 深圳 或者廣州 早前 都說 應該差不多 已經超越香港 某方面的數據 你超越了 但是為什麼 你們這些人 這麼辛苦 深圳廣州 上海北京 賺了這麼多錢 超越香港 為什麼要拿些錢來香港買樓 你應該投資在那些什麼 青海 西陵 敦王 家喻關 還有內蒙古 鄂爾多斯 那些鬼城 爛尾樓那裡投資 你這麼辛苦 經過幾代領導人 由李鵬 朱鎔基 到江澤民 到胡錦濤 溫家寶 到現在習近平 經過幾代的領導人 辛辛苦苦 打造匪雨 打造強國的經濟 現在見有起色 一個偉大民族復興 這些全部匪雨 一個偉大民族復興 這麼有錢 你這麼辛苦賺了這麼多錢 還要現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賺這麼多錢 數以千萬億計 又要和美國開拖打貿易戰 現在這麼厲害 又有航母 又在試水 沒理由在大陸賺了這麼多錢 然後拿些錢去東南亞島 然後下來香港炒樓 我覺得沒可能 那些錢是在上面用不到的 解釋不到 那些錢 為何用不到 因為在上面買樓 如果說到 上面買樓 有一天會被人貪官 拿不回來的 當然資產要外移去外地 香港 美國 所有資料都扔掉 所有貼士都扔掉 他們都知道 他們所謂的國民身份 根本自己都保證不到 所以你說口口聲聲說 這裏又說要超越香港 那裏又說要超越香港 以我膚淺的認識 你如果真正超越到香港的話 就是香港的樓以後沒有人買 沒有人投資 即他們不下來了 不下來了 全世界都看不起香港房地產 商下 夾急寫字樓 工廠大廈 地產項目 沒有人對香港再有興趣 沒有人再在香港投資 甚至你強國那些公司 好像平安好醫生 平安好醫生 好厲害 是啊 好醫生 我也有出IPO 你又說了 你又發股票 平安好醫生 平安好醫生 沒有理由 你說超越香港 沒有理由在香港集資 你應該在廣州 廣州沒有 深圳 上海集資 或者你去外國集資 為什麼你要來香港集資 你講到香港這麼一人不值 又說有港獨 現在香港很亂 經濟會一沉百踩 現在香港死了 沒有現在我們強國人救你 香港 你香港撲了XX 但是為什麼要來香港集資 我不太明白 因為他們那個 這段要剪Youtube 引那些五毛 我怕那些人集中 只是剪德哥說 雷鼎明是港獨自分 我怕他出事 為什麼會有人送他長 如果有23條 他應該會坐牢 誰啊 何鏗 何鏗 何鏗去了富士山 這個人都明白 他們下來 身體最誠實 他是求我們 買我們的東西 反過來說 他是在救我們 還要叫證監 叫港交所改條例 寬鬆一點 可以下來香港集資 說到現在香港 集資這麼麻煩 又要求又要篩 沒有理由 要受香港人氣的 你這麼厲害 應該在自己上面集資 集條沒有嗎 上面那些什麼版 根本他們自己都控制 只要把資產轉移到香港 即是換馬 香港那些人 哪裏有這麼多人抽 只有阿鵬去抽 抽不到的 又是那些大陸人去抽 大陸人去抽 把錢 要弱的 要弱的 叫做 你快點來幫忙投 他們新聞有說 為什麼短時間 突然有這麼多大公司 一起落標 去推高不知多少倍 這些肯定有香港專家教他們 你猜他們真的懂嗎 他們都是下來找一些 香港的地頭床 教他們 他們只是想 拿錢下來 然後不斷說 對呀 聰明就聰明 當然是說普通話 有說港度 佔中 現在香港很亂 政治紛爭 搞亂香港 經濟又不好 說到現在香港好像這麼污煙瘴氣 為什麼還要下來香港集資呢 就好像那些大陸人 在罵美國 又槍擊事件 美國又裝了東西 世界警察 但為什麼你要去美國領事館 申請錄卡 或者簽證去美國讀書呢 我早前聽到有個更搞笑的 大陸有份極左路線 叫做環球時報 在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環球時報 那些打手 那些寫手主編 什麼都好 我沒有細心考證 因為我也是聽廣播道的電台有引述 說那些主筆在口珠筆伐去罵美國人 然後上載一些紅文去批判美國 但他們上載紅文的工具就是iPhone 用iPhone 我真是啤酒 這些就是身體最誠實 跟馬匯一樣 一直叫人買 然後同一時間 賭錢下海 在app那裡彈這個1834633 戒賭二次 戒賭二次 真是白癡 因為要預備一個心態去迎接世界盃 世界盃才是最大的賭場 每四年有一次的教訓 每一次的經驗 上次吸收了一個很痛苦的經驗 不知道在南美 在南美就不會有歐洲隊得到冠軍 結果是德國 你睡覺就買阿根廷 對阿門 我們看看世界盃往職 歐洲隊也很穩定 德國一向還在吃水分 歐洲的表現一向很穩定 不知為何德國每次都體探的情況 游入了四強 但今屆的國腳都老了 他輝煌那段時間 早兩屆當然厲害 但現在年紀老馬又結了分 今年在拜仁也沒有什麼表現 不過很可惜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巴西超級粉絲 歐洲的時候很喜歡藍絲拉夫 但因為九十年代 藍絲拉夫內戰就沒有了 那時候我很迷藍絲拉夫 一隊是巴西 但近這十年 是不是那些什麼史代哲哥夫 是哲克的 史代哲哥夫 寶加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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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巴西 其實自從 巴西我自從02年之後 沙媽爐之後 已經 波鎮困交龍 法國那一年 不是啊 02年 你剛才說98 哦98 02年沙媽爐 利華到西哨和大哨 那一屆之後 我看到 06年 0610 然後14 我都沒見過巴西 真是一鞋不如一鞋 是啊 那時候我們看 我們看 由80年代 我自懂性 80年代 由白比利 蝕高開始 真是一屆比一屆強 巴西的陣容 他膽敢死最保守最保守的一屆 94年 打雙箭頭 哇 鄧加在那裡 哇 萬打羅 但是也很厲害 到98 02年也很厲害 哇 02年之後為什麼這麼差 搞到我已經轉頭 阿根廷 但是最慘 阿根廷這10年還死 得過美斯 死得 哇 巴西那個尼馬 哇 我都沒見過一個這麼廢的10號 巴西 我從來沒見過 插插插插插 是啊 我都沒見過 所以你說今屆是沒眼看的 今屆 我也沒眼看 今屆我看冰島 有錢賭 今屆我看冰島 我看看他有沒有奇蹟 還有 今屆有很多政治因素 在裡面 俄羅斯被杯葛 黑瓜夫炸球場 是啊 然後那些 市節都趕了回去 講黃味還沒搞定 還整個敘利亞危機 再加上那些什麼美國 有些隊伍 神祖不知是否故意出局 搞過沒有參與決賽州的球隊 搞過美國世界盃 是啊 還有那些英國國家 美國吹雞 叫他們不要去 即是落選那些 入不了決賽州的 即是海地 意大利 那些搞過 福仇者聯盟 是啊 國際捉協不給 這個 你令起勞躁當然是不贊成的 你搶行生意 但是 大家入到一個 大家都 未必支持的地方 踢球 是不是全力地踢呢 會不會有些恐怖事 當然有很多假消息傳出 哇 小心吃他的東西 一會兒 放那些什麼 古毒啊 蜜毒啊 那些什麼法學武器 吃了死了 你自己拿東西去吃 你這樣的情況之下 都踢得不過癮 還有你西方國家 一向都對俄羅斯都不太好朋友 一會兒他做過那些俄羅斯美女間諜 波陣陣 浸膠龍又用這招 不是啊 搞到你的球員腳軟了 六尺多摩導身形 全部在球場走來走去 臨踢決賽之前